MING PAO TORONTO 很多朋友都像我這樣喜歡吃叉燒 不過去燒臘店買又怕多油和多色素 今天就教大家在家用氣炸鍋做健康的港式叉燒 做叉燒最重要當然是豬肉 我就選用梅頭豬肉 不算太肥也不算太瘦 注重健康的朋友可以選瘦肉 不過做出來叉燒就會比較硬 不怕肥也可以用豬頸肉做 我就建議不要買太厚 好像我這塊就剛剛好 之後我們要醃一醃豬肉 加一點生抽 叉燒醬 玫瑰露酒 接著用手幫豬肉做按摩 確保醃料均勻覆蓋整塊豬肉 之後就放回雪櫃 我就建議雪過夜 不過其實雪三四個小時都可以 很容易煮的 叉燒醬和玫瑰露酒 在一般的超級市場都可以賣 除了玫瑰露酒之外 你也可以用紹興酒 或者普通米酒取代 不過我就喜歡用玫瑰露酒 做的時候打開氣炸鍋 把牛油脂先鋪在鍋裡 做完之後就不用洗得那麼辛苦 接著把雪好的豬肉放入氣炸鍋裡 用160度火焗5分鐘 接著好像我這樣 在豬肉表面塗叉燒醬 再焗5分鐘 之後要小心反轉豬肉 在另一面塗叉燒醬 接著再焗多5分鐘 完成之後 基本上叉燒就已經成型了 那焦邊去了邊呢 煮的時候可以用燒烤蜜糖噴霧噴10下左右 轉200度火焗3分鐘 之後反轉叉燒 再噴上蜜糖多焗3分鐘 買不到燒烤蜜糖噴霧的朋友 你也可以用普通的燒烤蜜糖 薄薄的塗在上面 完成 我們上碟看看 沒有花沒有架 焦邊港式叉燒就是這麼簡單 再切開來看看 真是像無像樣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訂閱找你MEMO的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先說到這麼多 拜拜